Layu聊四季 天一天龍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9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是YO 選擇的文明是日本人 日本人擁有採礦地、拔木場 還有模仿的半價優惠 前期省下來的木頭可以讓他多灑農田 或是要打棒棒開局 或是工兵開、馬舟開 都是非常適合的 日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路線 步兵攻擊速度之快 而且奴兵的部分也是有三級射、拇指環 都有的 他的馬功是值得一提的 他的馬功有流敵馬的科技 對這個步工兵 單位增加3點的 增加2點的傷害值 我記得這個效果對馬功好像也有用 所以不是單純只有步工兵 只要是工兵鎧甲屬性的 都好像吃得到 所以日本人現在打法 會比較主流是打馬功路線 後期還是可以轉下步兵路線 騎兵路線的話算是堪用 用輕騎兵加上品種跟動技術 跟波蘭的防禦血量是差不多的 缺別是差別在沒有搭路馬而已 那日本的生旅路線算是蠻完全的 全面性的 但是他沒有這個異端斜術的關係 所以後期如果遇到生旅大戰的時候 他還是會打輸 所以日本人的生旅戰是看情況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緬甸人 那緬甸人的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的挖木頭的技術 而且緬甸人的步兵呢 每隨身一個時代 攻擊力都會加一點 到了後期 這個趙雲槍兵 就是在說緬甸人 那緬甸人呢 他的工兵路線是稍微不太行的 沒有工兵鎧甲 帝王時代出戰毛兵 也很難反擊對方強弩回去 那後期的緬甸人呢 他有這個飛鏢騎兵 可以轉出安息人戰術 增加對於飛鏢騎兵的防禦力 那緬甸人的主要打法 還是圍繞在騎兵跟步兵身上 步兵單位有攻擊力增傷 騎兵單位有這個 騎兵對工兵的傷害加成 所以如果日本人這邊走馬工路線的話 緬甸人只要點下銀罐技術 曼尼普爾騎兵的話 就可以反擊劉迪馬了 所以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那緬甸人的生旅科技呢 跟日本是完全一樣的 一樣是沒有異端寫說 但差別是在緬甸人 他的生旅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他可以更快點出這個 救贖思想還有這個 印刷技術 還有這些東西都是比較便宜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阿拉伯地圖 一樣我們是來看重點 因為很多新手人 在加入這個遊戲的時候 不知道地圖到底要怎麼看 才比較好 所以我每次還是會稍微講解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地圖部分 地圖的話主要是看金礦跟果子 這兩個東西盡肯的要守住 那如果在正前方不好圍的話 可能還要投資劍塔去防守 那這邊看到 這邊是 Hero Hero對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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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那右邊這裡是要先把這個 墓區給鎖起來好 如果你要圍架的話 右邊這裡一定要圍 Hero這邊已經要圍了 那到了城堡塞 這邊就可以開個城鎮東西 那下方地方也是稍微圍一下 盡可能使用TC斜坊 這邊小圍的話是這樣子 那如果要正面大圍的話 就是這樣圍過來 然後這邊再圍過來 圍過來 這邊直接拉一條長長的一條線 好 那Hero這邊是決定要把均勻 跟射箭場都補在正前方 這個都是比較正常的開局 不管你是要玩什麼打法 均勻啊 馬俱爾啊 射箭場 盡可能都補在對方的正前方的位置 那你離敵人會比較近一點 如果你補在後面的話 會很容易兵力要往前走 沒有辦法即時補齊兵力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Hero這樣地圖看起來算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還有一塊附近 那第二塊附近呢 在偏後方的位置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主要是這個石頭 如果被控住的話 又被插塔 可能就會很難受 因為它另外一塊附石 又在野外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的地圖 YO這邊地圖 黃金在前方 果子也在前方 這一點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這兩個在前方的話 防守會需要更多的心力 是情況 可能還要插箭塔去防守 不然可能會炸裂 那如果你插箭塔 就會傷到待會開城堡時代 3TC的這個速度 好 那這邊的話 如果要圍就是這樣子 再圍過來 圍過來 然後自己直接圍石 會圍的比較大一點 但前期還是要先去出兵 給對方些壓力 YO這邊已經兩隻肉碼 到了Hiro家裡 Hiro家 現在是出了工兵單位 工兵開局 但是工兵現在出來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騷擾 所以肉碼開局 還是有比較多的主動權跟優勢在的 好肉碼一出來 工兵直接射兩發 完全不怕肉碼回頭反擊 那Hiro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 也是有點出乎意料外的事情 因為緬甸的騎兵 甚至是比日本還要強 工兵路線真的是不太行 好 那這邊 Hiro沒有打算 因為緬甸這個文明 工兵不行 就不打 這算是直接選手我們的優點 好 這裡直接拿下一村 哇 結果還是 肉碼開局的YO獲得了一村的優勢 所以工兵開局的劣勢點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你追不到人家騎兵 人家騎兵一直都有主動權 想抓誰就抓誰 好 那這邊要開始圍了 好 槍兵想要攔截 想要先走掉 YO應該走得掉 還可以回頭打一下 這隻肉碼想要YO回頭 就把這邊回頭直接收掉 自己肉碼被射掉了一隻 YO這邊再來 這兩隻工兵要打嗎 選擇不打 後面戰毛兵過來了 毛兵過來 工兵就能反擊回去 還有這個槍兵 好先打槍兵 毛兵要先回頭 OK槍兵收掉 YO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也轉出了馬咎 最後還是轉了馬咎 我覺得工兵後轉馬咎 優點是在 這工兵 是讓我成型起來的話 YO這邊壓力會很大 而且待會 肉碼的部分 也不用按太多 大概按個三四隻左右 就可以給到對方的毛兵 極大的壓力 那工兵單位一直往前推 待會 YO家裡可能要補一根劍塔 才有可能守得住 因為只靠毛兵的話 肉碼是打不贏的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 新的阿拉伯最強打法 工兵配肉碼 好 好 那最近我們的會語影片 會再來介紹這個 工兵配肉碼的打法 打法會比較複雜 其實不太適合新手去選 因為超高程度偏難 好這邊YO有高低優勢 Hero這邊是直接被擊退 五隻工兵 這裡數量有點下降 這裡要謹慎思考 那YO這邊只要一失手 後面這個黃金 跟果子可能就要 撤退了 經濟會很傷 所以 還是補了一根劍塔 所以還是補劍塔 真的很難受 這就是我們開局 為什麼要解釋地圖的原因 因為新手們 往往會忽略掉 自己的資源點的地方 然後如果失手的話 資源點就會爆炸 一爆炸就會變成 雪球式的經濟崩盤 所以 勢力力果 難在這些經濟資源點的操作 防守 跟進攻 都是非常複雜的一款遊戲 這邊槍兵按了蠻多隻 現在日本人 就有這個槍兵的攻速優勢 但工兵要小心 不要被毛兵點掉 工兵的目標 是要點對方槍兵 槍兵點完 自己的肉碼 就可以上去打這些毛兵 這就是我說的 新手不適合學這一套的原因 你要新手這麼大量的 去操作這個肉碼 跟工兵 不要說是新手 就算我們這些 西地國玩久的人 可能都會有點操作困難 這真的是職業選手 很厲害的地方 你看 一把這樣還可以點到 這麼多的毛兵傷害 最後還要點完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嗎 哇 好扯 YO這邊 這根劍塔 投資的非常值得 OK 最後劍塔蓋好 剛好前線也守不住了 這就是我認為 封軍時代最強的配兵 弱馬配弓箭手 好 那射箭場現在補下兩個 哇 三射箭場 YO這一臉就是我要打馬弓了 一臉就是我要馬弓開 那如果YO走馬弓開的話 緬甸人就不太適合走 飛鏢騎兵路線 因為飛鏢騎兵其實蠻害怕馬弓的 而且又有這個流滴馬的特性效果 走飛鏢騎兵的話 應該是會被射到頭破血了 那如果緬甸人要反擊對方的騎兵單位 工兵單位的話 現在這個情況也是只能轉戰毛兵 而且這個戰毛兵還沒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用起來也是有點尷尬 所以還是要趕快農起來 點下這個曼尼普爾騎兵 才會比較好反擊對方的馬弓路線 好 YO這裡補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品種也補下 生時代的時候 兩邊應該都是想找個機會騷擾而已 Era這邊有軍事上的優勢 應該會繼續猛攻 好 YO這邊沒有打算要圍房子 圍了一個大的市集 這個市集要蓋好嗎 蓋好的話就要損失100多的木頭了 但是他是沒有補下的 OK那剛好補一個四級在這裡 OK那Hura這邊城堡時代 還有10秒鐘 YO這邊點下了分中技術 還有二級伐木 Hura二級射也補下了 現在城堡時代的電人 奴兵升級上去 再點下彈道學 拇指環 他沒有拇指環 對想說好像怪怪的 沒有拇指環 他的升級很快 只要點下彈道學 二級射 奴兵 這三個科技 就點完了 就這個馬弓怎麼衝進去 抓掉了一村 哇這個流迪馬很麻煩 三隻馬 就出門了 哇又抓掉了一村 殘血的 OK三隻馬弓還在秀 又秀掉了一村 哇 YO開局拿四村 Hura村民術被打了出來 45村對40村 好彈道學已經好了 這很準 好這裡又抓了兩村 流迪馬有彈道學 相當難纏啊 這就是流迪馬 配上這個工兵開的 一個優勢 彈道學早早就補下了 那現在這邊有個高地 高打低 打這些村民 擊殺速度很快喔 Hura這邊受不了 果然還是要點下陣毛兵 正面抓到 這波大轉 歪歐血虧 死了三匹馬弓 第四匹 第五匹 YO 尷尬了 直接攔截大成功 這個集結點 真的是沒有辦法 出乎意料的事情 沒有想到 YO直接被Hura出門的工兵給抓掉了 但是家裡也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他會轉個弩泡 或是投石車 都可以有效給Hura這邊一些壓力 要對於這種操作型的選手 如果想要穩定輸出的話 還是要選擇奴炮 選擇投石車的話 真的是要蠻預判到的 能預判到的話 當然是很賺 但是預判不到的話 就很尷尬 有可能會被對方的整坨工兵 直接 收掉自己的投石車 所以 奴炮跟投石車的選擇 就是 在於 你覺得對手 是不是一個操作型的選手 如果你覺得技術不好 沒有辦法很好的預判對手的話 奴炮是最簡單的東西 投石車的話 就比較進階一些 好 緬甸人這邊是3TC開農 後面補了一些房子 前線的修道院有補一下嗎 這時候3TC開完之後 就要馬上補一下修道院比較好 可以開始撿生物 待會緬甸人遇到投石車 也可以用救贖思想 趕快去招想 馬上補下了 OK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該補了 好 那後方的奴兵 在找動物打 還有這個工兵 想要抓伐木工 結果伐木工全部跑去挖石頭了 上億人挖石 好 戰毛兵直接追到後方 但是有肉碼在這裡 但是肉碼應該扛不住 二級色的戰毛兵 傷害打肉碼是很痛的喔 直接打掉 歪歐 工兵直接被戰毛追著打 有彈道學 完全堵不掉 Hero 這邊也懶得躲了 你就打吧 哇 12345678 死的數量有點多 好 那現在生女 點出了一隻 這裡要投資一下救贖思想嗎 那如果投資救贖思想的話 也要小心對方高打低的工兵 瞬間秒殺生女 所以這個投資 救贖思想的情況喔 那是蠻看時機點的 那我覺得這個情況還是 趕快轉出 工程器製造所 出頭石車 反擊儀會比較好 好 這裡生女趕快幫戰毛兵補一下血 這兩羽高纏 後方的馬弓 抓到了大量村民 那隻村民又在倒地 現在YO被 以及殺掉了Hero 救治村民 好 工兵走出來 直接點發 點掉了兩匹馬 這工兵走出來的時間非常漂亮 下方的戰毛兵 終於收掉了剩下的奴兵 投資車 在前方 繼續給壓力 補了一個少將 先補了一個神聖思想 看起來是要用生女去反制投資車了 這裡還是要補一個投資車 好 結果直接蓋寶 YO這邊剛剛上一人蓋寶之後 馬上壓了一根寶 然後請Hero吃一下 大亨寶 Hero表示我還不餓 我不許 不允許你請我吃 開始拿戰毛兵跟工兵 在投資車的臉上 努力反擊 但是投資車一直沒有拍到 好 好 馬弓趕快即時盤擊 城堡還有30% 好 Hero這邊最後還是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個救贖思想補下了 接下來城堡時代 要升地獄時代還需要一點時間 這根寶壓住之後 水救贖思想 應該暫時能夠擋住對方進攻 但TC要再重新開一個 好 先補一個城堡在這裡 TC待會可以考慮補哪裡呢 這裡沒有辦法補 可能就要往下補 開這個位置之類的 好 萬歐這邊開始反擊 蓋寶村民 後方戰毛兵緊吹在後 蓋寶村民再度回來 好 這邊嘗試再次招翔 逼退兩隻 戰毛兵往前 好 村民 最後殘血被收掉了幾村 城堡也是蓋好了 後方戰毛兵 數量還是有點多 17隻 兩隻老頭直接被城堡給射倒了 所以我要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YO就有點尷尬了 鴨寶的人生死代慢了 這個寶 如果沒有拆到城鎮中心 這個投資的價值就不是那麼的好 好 還有這邊 開始要轉農了 農田不夠多 趕快灑下農田了 現在還有一百一千多木頭 好 戰毛兵繼續往前走 又想要抓村民 遇到這邊直接抖洞 躲掉了一些戰毛的傷害 就躲掉 OK 戰毛兵傷害躲掉 殘血村民直接拉走 太扯了 這個居然都躲得掉 好 結果投死車被點掉了 登堡立大功 接下來對手就只能往下面這個地方走 這邊要不要把戰毛兵上高地 上個高地 OK 上高地 果然馬上遇到對手 在兩邊都在等10代 應該不會大打出手 好 但投死車又來了 雜一發躲掉 沒打到 投死車直接上前上上高地 沒想到還是要壓制嗎 哇 這一波又壓到 高地投死車很煩 戰毛兵還空到了右邊的墓區 及時把村民拉走 好 僧侶遭想 就俗思想 開點 但是戰毛兵要點到僧侶了 所以要趕快走 收到城鎮中心裡面 好 投死車很煩 哇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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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 直接過去扁了 好 這裡再稍微拉一下 就這樣還拉掉了 哇 Hero這邊的細節操作太多了 太扯了 直接躲掉了很多傷害 投死車直接被 聰明 爆打一波 後方的戰毛 順利守住了 但是聰明書還是下降了一些 現在Wild的聰明書已經反超了Hero Hero這邊的聰明書已經開始落後 支援上也是 大概輸了快兩千多的支援 但是Hero這邊有時代上的升級優勢 巨型投死機已經準備好了 OK 印刷技術也來了 過了還是要走僧侶戰 畢竟緬甸人的僧侶相當便宜 這科技 如果會玩升旅的玩家 玩緬甸人一定要打下升旅戰 但是通常對攻程序會比較有用 好奇要打對方大量騎兵或是步兵單位 還是要靠單位去反擊 升旅只是 特阻作用 沒有辦法完全當成阻力 但這邊投資的東西有點多了 宗教皇樂啟示思想 升旅科技 滿滿齊全的起來 這裡也補了一根城堡 現在城堡 就是用巨型投死機慢慢拆 YO沒有想要修理的意思 這個增兵技術應該沒有辦法 研發好嗎 感覺增兵技術會被退款 Hira這邊點下了飛鏢騎兵 開始要走飛鏢騎兵路線 欸? 其實我不會被退款嗎? 好 80% 可以 哇 這個增兵技術很極限升級 OK 好 增進好增兵技術 城堡也被打掉了 現在外圍的城堡 Hira已經全部清理乾淨 YO這邊進攻是選擇日本武士 但是日本武士打飛鏢騎兵 是打不贏的 但YO這邊是要轉戰矛了嗎? 這裡點下了拇指環 還是要走流迪馬呢 但遇到戰矛的情況下 自己也打戰矛可能會比較好 好 3級的弓箭鎧甲 3級的步兵甲 全部升級好 3勝物直接接手 YO這邊 生物沒有帶回家有點可惜 Hira這邊趕快來撿一下生物 好 YO這裡撿下了 精銳日本武士 家裡直接補城堡 然後開始量產嗎? 前面已經兩根城堡被拆了 這邊還是要走日本武士 YO的想法 有料 打緬甸人的話 日本武士 有戰毛病的cover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日本武士現在數量越來越多 雖然12加1的傷害 三攻三防 還沒有點完 三防已經有了 三攻還沒有 飛鏢起兵 撞戰矛 戰矛直接一發一支 飛鏢起兵 飛鏢 被這種兵打有點痛 好 緬甸這邊要打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個 弱馬 或是騎士 之類的單位來打會比較好 這個戰毛病數量有點多 好 轉弱馬了 先起兵 二級馬卡 下面有一頭兵 哪時候開打了 沒有注意到 現在YO 定下了彈射器 投石車也慢慢開始 量產起來 有彈射器之後 工程器 巨型投石機 就可以快速拆裝 而且攻擊速度還會提升 所以日本的巨型投石機 算是 拆除速度 最快的文明 攻速加成 直接把這個DPS給拉高了 好 上方的三台巨頭也想要反之 Hira 已經早有準備 而且火炮也準備好了 YL決定先拉走 鳥拆裝 就是這麼的方便 好 現在沒有三級馬卡 被戰毛兵打 血量掉得有點快 YO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要小心 差點被點掉 這邊YO有點失誤的感覺 肉馬想要上前拆巨頭 趕快拉 日本武士過來防守 肉馬上前 對著戰毛兵一陣輸出 後面火炮 開始開炮 開始打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要小心 後方這一波日本武士上前 直接開砍 飛鏢奇兵不能被日本武士砍到 三刀一隻 飛鏢奇兵 日本武士的傷害實在太可怕 但是後方七起兵 已經碰到了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 直接被拆除了兩台 還有一台還火師下來 後方還有兩台巨型投石機 YO能夠拿下嗎 後面Hura還在修理 火炮趕快回頭一炮 好 但是YO又趕快努力修了回來 火炮第一發沒有拿下 第二發第三發 慢慢打日本武士上前 開始爆砍 這一波飛鏢奇兵 高達第一 打日本武士傷害是慢慢累積起來 但是日本武士好像有點虧不成軍 又被收光了 好 此戰過後 YO的日本武士要再重新量產了 已經沒有太多日本武士可以用了 巨型投石機最後是YOYO 拿下數量上的優勢 但是好像也被拆掉了 雙方的巨型投石機都被拆光了 哇 這一戰有點刺激阿 日本武士無限衝鋒 但是對方有高地優勢 所以日本這邊衝鋒有點衝得 有點太硬要打了嗎 但是不打也不行 等於說Hura這邊的站位比較好 唉唷 這這怎麼了 呵 是自低村民的意思嗎 好像是喔 好 YO這邊是在上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肉馬過來 現在Gira大肉馬還沒有辦法提升 Gira這邊城堡選擇放棄 但是肉馬打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日本武士趕快防守 好 敬虧日本武士 數量開始回來了 回到了19隻的數量 好這塊黃金 最後是由 YO拿下這個野金的控制權 現在下方這兩根城堡要量產巨頭也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不是城堡的量產速度 而是黃金的問題 YO這邊的黃金數明顯不太夠 那資源量來說 感覺木頭是挖太多了 這些肉 趕快轉成農田 木頭趕快轉成農田會比較好 然後趕快把這個大肉馬 三攻點上去 還有升級提升上去 用肉馬去打機動性戰鬥 對於緬甸這個文明會比較適合 好 果然這邊肉馬 就抓到了一波戰矛 這波戰矛 直接死光 哇 這個肉馬真的要趕快提升才行 肉馬現在是緬甸這邊的主力之一 那現在要打贏這些日本武士的話 飛鏢騎兵要控好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飛鏢騎兵現在好像也沒資源可以點精銳 傷害有點差 好 後面的巨型頭騎拆掉了一台 哇 這個巨頭數量太多了 六台巨頭直接拆了兩根城堡速拆 那現在YO的戰略目標就是把HERA的 城堡全速拆光的話 對方不能慘飛鏢騎兵 那我的日本武士就可以進行無雙開打 那米戰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轉出劍兵勇士 才有可能打得贏日本武士了 如果不能用飛鏢騎兵的情況的話 好 等日本武士再次貼到了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血量掉的很快 抵打高傷害是如此的可怕 上方的大落馬又再次抓到了巨型偷使機 但是這次有日本武士守在旁邊 最後巨型偷使機還有四台活了下來 這四台巨型偷使機還在開拆 傷害速度非常快速 殘血的巨頭中午再次拿下 剩下三台巨型偷使機 最後下方的日本武士跟槍兵 怎麼會有槍兵 槍兵從下面長驅直入 這一波HERA好像有點難受 但是HERA這邊也要走多線了 但是大落馬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升級 日本武士再次上前 開砍 飛鏢騎兵在後面 瘋狂輸出 日本武士被飛鏢打 血量掉的還是蠻快的 好 要撤了嗎 不撤 直接A到底 飛鏢騎兵再次守住了 但是下方大量槍兵已經出了進來 現在下方的防守室 也沒有辦法靠著防守 也沒有石頭可以注意插寶了 好 HERA這邊最後的兩根城堡 要是再兵拿下的話 飛鏢騎兵就要絕種了 那也看不到了 哇 急我這個巨頭被抓到嗎 哇 HERA好像沒有看到 直接衝到城堡裡面 好 但又有看到 這邊看到 趕快拉落馬去追一下巨頭 好 這邊大量槍兵配上日本武士 好 槍兵戳 清起兵速度很快 日本武士 守住了這一波 兩台巨頭司機殘血 趕快拉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很薄 最後能夠 收收收收收 收不回來嗎 哇 收不回來 最後還是被點掉了 清起兵的效果還是很好 但是HERA一直沒有黃金 可以去點下大落馬 沒有大落馬 只有清起兵 血量會差蠻多的 哇 這裡尷尬了 沒辦法 好像擋不住 飛鏢騎兵雖然數量起來了 有20隻 20隻就稍微能用了 但是步兵數量實在是太多 YO這邊支援實在很省 日本武士 造價便宜 黃金很省 但飛鏢騎兵打這些日本武士 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這邊也要繼續進攻 最後一根城堡 YO看到了 又讓你的城堡 最後在這裡 所有機械鏈往這裡 下面走個多線 YO這個全步兵單位 反制緬甸人 當當有料 甚至直接放棄戰毛兵了嗎 好 戰毛兵還是要補 好 但是Hira沒有辦法 守住最後跟城堡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YO拿下 比賽的勝利 哇 YO最後的日本武士 一波流 但是打得一個 措手不及 Hira這邊 是用飛鏢騎兵雖然 也是擊殺掉了 非常多的日本武士 跟步兵單位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自己的弱馬 還是成為前排坦克的主力 要升到 建兵有勢的話 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Hira並沒有選擇 走建兵路線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如果走建兵路線的話 緬甸人可能也是 只能打個55開 並且日本人 還是有攻速加成 說不定自己的步兵增傷效果 還是會不如日本 也說不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YO拿下所有資源上的勝利 哇 經濟全部 暴打 算是暴打 但是YO呢 我覺得他的日本武士 衝鋒流 打得非常漂亮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